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今天來做夢魔記系列的簡單說明 那不會搞得太複雜 讓大家了解基本操作就好 那首先先介紹這一副牌的配對 他會用一張暗配一張光 舉例暗場地 會配光場地各一張 那兩個之間可以互相轉換 那光少女 會配暗少女 這個等級1的就配等級1的 那等級4的就配等級4的 等級4的是怪獸聖獸 那等級8是長大之後的 所以他就是1配1 4配4 8配8 彼此之間可以互跳什麼叫做互跳呢 滿足條件之後這兩張就可以互跳 這兩張互跳 然後4跟4互跳 8跟8互跳場地跟場地互跳 對就是這樣子 好那要怎麼樣的情況下可以互跳呢 我把他圈起來各位可能會比較清楚 光 光的吧 然後把光的都圈起來 這個 這些都是光的 那就要配暗場地 好 OK 也就是說在主要階段或戰鬥階段 我方或對手的 這一些 在場上只要配一張暗場地 就可以互跳 那可以二速解放 二速解放變成什麼 這個就可以變 等級1的 就會變成等級1的暗 那等級4的光就變等級4的暗 那等級8的光就變等級8的暗 對 那當這一些被特殊召喚成功時 他們又有等身自己的效果 譬如說我把1的跳出來 那1的暗就會發出他的效果 那同理4的暗被跳出來也會有他的效果 8的暗被跳出來也會有他的效果 好那到了結束階段呢 這一個暗場地就可以 跳回光場地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現在是不是就變成 場上變成 場上變成暗 然後場地變成光 好那你就可以變成這樣 再跳回來 所以 現在場上變成暗了 暗的都把它圈起來 然後 配光場地 那又可以再跳回來 那等級1的就跳回等級1的 等級4就跳回等級4 等級8又跳回等級8 好那在結束階段呢 這一張光場地又會跳回來暗場地 那 右邊才暗配光 所以光暗就會一直交替 對所以你也可以配那種目的本來就可以光暗移除的 對啦 那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效果 那彼此互相特招會有一些效果 那帶各位簡單看一下 這張效果是 如果以夢魔鏡的怪獸特殊召喚成功時 從牌組將一張 夢魔鏡卡牌加入手牌 特招 以此卡 這個夢魔鏡效果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從 這個手牌特殊召喚一張 夢魔鏡怪獸 你可以跳高星的 對 那高星的跳出來 再用高星去跳其他高星的 好 那這一張也很強 這一張是 以夢魔鏡怪獸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直接破壞一張卡片 好 那這一張是以夢魔鏡 怪獸特殊召喚成功時 不會因戰鬥效果被破壞 好 那等級4的話 這一張是目的的特招點 那這一張被特招的成功時 可以從目的手臂表示特殊召喚一張 這個 這個 夢魔鏡的怪獸 那這一張等級4的話是可以直接攻擊 所以 這副牌的特招點主要集中在兩隻 第一 這一張 這一張是跳手牌的 那這一張是跳 目的的 所以你的高星基本上就要靠這兩隻才跳得出來 所以你一定是從一星或者四星開始慢慢做 然後要嘛就從 手牌特招 要嘛就從目的特招高星的 所以原理大概是這樣啦 好來我來操作一次給各位看 好 那 各位好 那我們就來做簡單的 combo的小演示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騎手 就是還蠻雞掰的就是但是有這張有等級1的最重要 對因為等級1是 減鎖的 然後外加他是特招點 但是你看我們是光配光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利用在結束階段的時候光可以換成暗的 所以我就先下一張等級1的 好 然後先下一張 光的 好 那現在不能跳 為什麼現在不能跳 因為光配光不能跳 對你只有光配暗才可以跳 所以結束階段時 問你光要不要換成暗 你當然換啊 哪是不換 好那 光拍成暗的時候他又會再問你 愛要不要再換成光 當然不要啊你都已經換了 好那這樣就可以二速了 那你就會發現效果就可以發動了 可以了 你看對方出這種垃圾卡來跟你打 就代表這個牌應該不強啦 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囉 這一張就可以在二速解放 二速解放 等級1的只能跳等級1的 所以我把它解放 好那我就可以把另外一張等級1的暗跳出來 那如果這時候就會遇到一種狀況 如果我的牌組裡面已經沒有這一張了怎麼辦 那恭喜你不能發動效果 笑死 所以 濃度也不可以太低啊 好跳出來 特張成功時就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那這一張卡的效果是 從手牌可以再特殊召喚一張其他 暗魔鏡 魔魔鏡怪獸 那我們手上剛好有一張等級8的 所以這張等級1的暗也蠻重要的 他是手牌的特招點 你要跳大怪一定要 大部分要靠他 好那我們就把他跳下來 好那他跳下來之後他的效果是 讓夢魔鏡怪獸 不會被戰鬥效果被破壞 好 不是夢魔鏡怪獸啦 是他這個啦 是他本身啦 那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這一隻又有效果 因為你現在的狀況是 這個 光場地配 光怪獸配暗場地 所以這一隻又可以再跳 那我們就跳囉 好那這一隻等級8的 就只能跳回等級8 好那這一張一出場直接先炸一張 所以大概是這樣操作 這樣會嗎 好那現在不能跳 因為暗配暗不能跳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跳呢 你要把它換成光的 所以暗場地在結束階段又可以換回光場地 那你就會發現 越跳資源會越越少 因為 因為你的你的高星怪不會放太多 所以你看我現在跳不出來了 因為 因為我的等級8只放一張 所以我這一張就不能再跳了 因為你的目的 牌度裡面已經沒有等級8了 笑死 對所以 所以這個續戰力啊 我也不太知道說 到底是好的還壞的啦 好 你看對手派這種垃圾卡組跟你打就代表 他可能不強 好那我們來試一個 跳等級4的給各位看 好我們先發暗場地 因為暗一定要配光啦 好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可以用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操作呢 我們可以先撞一下 撞完之後來再二速解放 再跳另外一張 一樣的 只是等級4的 你就可以用等級4的去做一些事 那這一張等級4的暗示 可以從目的拉上來 所以我就 欸是從目的嗎 不是啦是可以直接攻擊啦 這一張才是從目的拉 光的才是從目的拉 那我就可以 再打一下 這樣子 好這樣各位應該懂啦 那這樣我講完應該後他大概都會有 應該會有一些概念啦 簡單來講就是 你的 彼此要互跳就要 光怪獸配暗場地 那場地在結束階段是可以 互相交換的 對 那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牌組沒有另外一隻可以讓你配對的怪獸 那你這個你就沒辦法挑出來了 對你就會發生卡手事故 笑死 對就沒辦法再跳啊沒辦法再跳你後台如果又很薄弱的情況下應該會蠻容易死的 對 但是相對的他其實應該可以蠻快累積一堆目的資源 那你可以再搭配一些光暗移除的怪獸 對所以大家可以 謹慎思考啦 我個人 自己玩完是覺得不是那麼的看好 那如果有玩過的玩家可以在底下補充 那覺得我講的不好的你也不要一直泡我啦 對因為我自己也沒玩過我盡力了 對 我自己有些 RUN個好幾次 然後才拍一個比較好說明的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就影片到這啦 好